7月19日,休斯顿当地媒体House of Houston的篮球记者Neal Sharma,串门维系了火箭队休萨期在转会市场上的工作。 他指出火箭队目前和卡佩拉的续约有更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,火箭该如何处理卡佩拉的问题,转会市场开到18天了,卡佩拉至今没和火箭续约,在记者看来,火箭给卡佩拉一万六千万美元的大合同是没有问题的,结果当火箭慷慨的给出了8500万加500万奖金后,卡佩拉拒绝了,他想要四年一个亿。 记者建议火箭签采放期所要一个亿,和火箭签两年三千万将是双银选择Neal Sharma,在报道中指出,卡佩拉目前和火箭队在互相博弈,在目前转会市场上,没有人愿意为卡佩拉开架,这导致卡佩拉在谈判中比较被动。 可如果他不愿意签约的话,最坏的结果就是,接受火箭开出的470万美元资质报价,其实这对卡佩拉和火箭都非常不利。 卡佩拉收入大减,而且明年夏天能否得到大合同,这事冒了个大险,而火箭也面临失去它的可能性,因为明年夏天它将成为完成自由求援。 Neal Sharma 认为,目前对卡佩拉最为有利的,是和火箭达成一份短期的合同,签下两年三千万美元的合同,然后谋求在2020年夏天,成为不受限制自由求援。 在26岁的年纪,去谋求一份大合同,两年的时间,有助于卡佩拉降低风险,有足够的时间证明,自己能拿到大合同,同时也给了火箭队培养周期的接班人的时间,这对双方都有好处。 所以,卡佩拉理应暴起不切实际的意义要加。